蓬佩奧国务卿星期二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 公布了这个不幸的消息 这是美国外交人员中因新冠病毒死亡的首个病例 蓬佩奧没有给出这位去世外交官的具体信息 或是这位外交官在哪里感染的病毒 蓬佩奧说国务院雇员当中 还有大约四五十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包括美国在海外的一些使领馆雇用的当地员工 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 现在已经席卷全球 九十多万人感染 数万人死亡 蓬佩奧说从武汉撤侨开始 国务院已经从五十多个国家 撤离了2.6到2.7万名因疫情滞留海外的美国公民 他表示国务院还将继续致力于帮助 人在海外的本国公民 并呼吁想要回国的美国人尽快做出安排 蓬佩奧说除了撤侨 美国也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批为国际抗击疫情提供援助的国家 他说2月初国务院把将近18吨的民间机构捐助的物资运送到了武汉 并承诺向受疫情影响的国家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 包括向中国提出援助提议 他表示美国目前的援助以远超最初承诺 已经向多达64个国家提供了共计约2.7亿美元的援助 他还指出美国的私营部门 非政府和慈善组织科研人员 都在帮助全球应对这场大流行病 而且美国一直致力于全球卫生和人道援助 远超中国等其他国家 澳isa UNICEF is engaged in emergency actions in dozens of countries all across the globe, including in China and in Iran. In 2019, the U.S. supported UNICEF with more than $700 million. China gave just a mere fraction of that. The World Food Program, headed by America's own David Beasley, has sent more than 85 shipments of food and personal protection equipment to 74 countries to help them battle the virus. We provided $8 billion in resources just last year, 42% of that organization's budget. 蓬佩奧說,美國雖然不經常談論國際援助,但是美國民眾應該了解 美國對上述重要國際組織所提供的巨大援助並引以為榮。 他表示,美國將一如既往履行自身對國際組織的承諾。 美國之音電視報導。